当被检查出幽门罗杆菌为阳性时,需要及时除菌治疗,切记长期放任不管,通过改变饮食习惯和靠自身免疫力根除的想法,或认为白酒、蜂蜜、大蒜能有效抑制幽门罗杆菌都没有得到医学验证。 相反,刺激性食物会进一步破坏已经受伤的胃粘膜,加速胃溃疡的发生,了解一点医学常识,反对伪科学,让我们能和医生在同一频道上对话。 国内目前,幽门罗杆菌的除菌方案,一般是采用两种抗生素,通常是阿莫西林和克拉酶素来杀死细菌,配合一种抑制剂,用来抑制胃酸,让抗生素更好的发挥作用,再加一种B剂,用来保护胃粘膜,减少耐药性,一共四种,称为四连药物。 治疗周期一般为两周,治疗结束一个月之后,还要再次检测,确认效果。 在国内治疗幽门罗杆菌,通常医生会一次开完所有的药物,拿着一大塑料袋,几时和药回家,服药种类多,时间不同,剂量不同,很容易搞错,也很麻烦。 治疗幽门罗杆菌的关键点,是必须按疗程服药,中途暂停或疗程不足,疗效会非常差。 在日本到医院看完病后,药品不像我们是按盒装的,而是以天为单位包装,把每天要吃的药都分开,服药说明里还有药品的照片,服用剂量,服用时间,非常细致体贴。 幽门罗杆菌,虽然是种患病率极高的病菌,但随着医疗的进步,日本已把除菌方式列入治疗大纲,保证100%的达到除菌效果。 除菌一般分别两次,一次除菌使用两种抗生素和一种胃药,服用一周,除菌几率为90%左右,服药后一个月再次检查,如未能清除,则交换一种更强的抗生素和胃药。 服用一周,正常情况下通过两次除菌,会清除病菌。 日本五田制药的清除幽门罗杆菌药物分为三种,每一种除菌药都针对不同的情况,万不可错误服用。 橙色有400字样包装的药品,适用于第一次除菌,且没有吸烟时的人群。 黄色有800字样包装的药品,适用于第一次除菌,且吸烟的人群。 粉色,没有数字包装的药品,适用于二次除菌人群,一盒为一个疗程,早晚各服用一次,设计简单明了。 服用幽门罗杆菌除菌药要注意,如果不坚持每天连续服用,可能无法达到十分的效果。 根据个人判断终止服用,忘记服用的情况,可能导致无法顺利除菌,对幽门罗杆菌药剂产生抗药性,如以感染引起胃炎等其他状况。 除了除菌之外,还需要另外的治疗,但幽门罗杆菌的抗药能力很强,不对症下药的话,反而会增强病菌的免疫力,增大除菌的难度。 幽门罗杆菌很容易在家庭成员之间传播,因此,医生建议,若家庭内一个人感染幽门罗杆菌,有必要14岁以上全家成员都要筛查幽门罗杆菌,阳性者都要根除。 如果二次除菌后仍无法彻底根除幽门罗杆菌,您可以与东阳医疗联系,有更多的日本医生为您提供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案。 今天介绍的药品也都是日本的处方药,所以本着对自己健康负责的态度,请通过合法可靠途径购买处方药。 如果您身边也有人疑似携带幽门罗杆菌,就请点一个赞再走吧,让更多人了解日本的储君方法。 疫情期间,针对不便亲自到日本就诊的患者,东阳医疗开通了线上医疗服务业务,包含远程待诊、远程会诊、开具处方药并发送一条龙服务。 为许多不便亲自到日本就诊的患者提供了便利,实现了足不出户,也可以准确了解日本专家意见,量身定制患者详细诊疗方案,享受日本医疗服务。 首先,患者和东阳医疗取得联系,进行线上预约,确认信息后进行翻译并安排问诊时间。 如果是已经在医院检查或治疗过的患者,需要同时提供以下材料。 1. 住院病例清晰扫描为PDF格式文件,发送给东阳医疗,包括住院大病例,住院期间的化验、检查报告、病理报告、治疗记录、手术或活检记录及出院小结。 2. 所有影像资料,包括X线、CT、MRI、PETCT、古扫描等,如果不方便邮寄,可以将影像资料DECOM格式的电子版发送给东阳医疗。 3. 最低限度,也要清晰翻拍影像资料。 如何能拍摄出清晰的影像资料呢? 您可以选择一个阳光明媚的天气,找间有阳光照进来的屋子,保证阳光是屋里的唯一光源。 用透明胶带,把要拍摄的片子固定在窗户玻璃上,使用相机或者手机从正面直接拍摄。 每张片子以填字形式分为四格拍摄,保证清晰度。 3. 患者自述病史,包括患者性别、出生日期、详细的发病史、治疗史、用药史以及有无过敏药物、有无抗药反应等。 远程带诊、跨国开药、详情咨询,您可以扫一扫视频中的二维码,或在视频下方留言,与东洋医疗取得联系。 东洋医疗让您和您的家人越来越健康美丽。